手机 等一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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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叔 田婷在上面呢 你上去吧 不了 他一会儿就下来了 您自己挺好的 挺好 方叔 你又在这儿修鞋呢 这些能穿还挺好 你买双新的吧 也不穿那俩齐 文静 婷婷啊 爸 晚上想吃点什么 我给你带点菜回来 你看着办吧 你爱吃什么就买什么啊 拜拜 方叔 再见 太慢了 我都这么巧 童话真好看 好看吧 待会儿你也染一个 哪 你去哪 我去哪 哪 太久 太久了 不太久了 你们去哪 那么 好嘞 杨逊 最近我有点私事要处理 你不用多问 也不要跟外人说什么 我明白 好嘞 来来来走公交 完了我去看看 受罪 赵总 他们要是上了公交车的话 咱可很容易就跟丢了 这样吧 你跟他们一起上公交车 你看看那个黑头发 看他们在哪下 然后你给我打电话 行 小心点啊 别让他们注意你 我知道 赵总 怎么样 他俩是上这找工作来了 找什么工作 也没有目的性 就是随便交了几份简历 这样吧杨逊 你以公司的名义 跟他们接触一下 就说我们再招聘 看看他们俩有没有兴趣 好嘞 слова 你好 謝謝 二位为女 找公子 买衣服也不来这儿啊 是啊 我自我介绍一下啊 我是荣城地城公司 是家香港的独自企业 招售楼小姐 我们不喜欢干这一行 我觉得这是个机会 千万别错过 我们公司对员工可好 给你交社跑 然后底薪是一千六 然后你个福利呀 轮休啊 是啊 试用期三个月 还没享受到待遇 就让人滚蛋了 对吧 他们家有人在售楼公司 工作过 上过档 上过三个档 你们可以 上网查着以后 再做个决定 好不好 那个 这是 银片 给我一张 我真觉得这是个机会 浪费了可惜 是这家公司 对啊 对啊 我们俩有个条件 我们俩要受都受 不然就算 对 我们俩要在同一家公司 嗯 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 那就给我个简历 好 好 好 给 那咱到时候就电话联系 再见 直接奇了怪了 天上雕像饼了 这家公司怎么样 口碑不错 而且还是一家大公司 是你这黄毛吸引他了吧 刚才看他那眼睛 躲躲闪闪的 没准就是赢这黄毛呢 嘿嘿嘿 丁妈 我自己来 你下楼去忙吧 那 那您休息啊 娜娜 我的女儿 妈妈再也不会离开你了 妈妈要把你失去的爱 都还给你 爸 你看 哟 爸 你看 很精神 我送 我在网上查了 我们那个公司呀 是个女老板 这要是个女老板 你们俩可就得小心点了 她要是爱挑剔的话呀 那就是我们选错了公司 行了 你们也该知足了 赶紧吃 别迟到了啊 就是这儿 天上掉馅饼了 卓总 这是来应聘人员的登记表 好啊 放桌上吧 现在就开始了 把他们带进去 那好 我过了 赶紧 赶紧 走 她都问些什么呀 家住哪儿转几次车 还有别忘了报你的名字 知道吗 进去了 我这不有事脱不开身吗 你放心吧 度假村是我们要推出去的项目 我们会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的 对待这个事情 好的好的 有时间我一定过去 好 再见 周总 我叫方婷婷 毕业于南方大学管理系 坐呀 你比照片上还要阳光 谢谢 家庭成员中 你为什么只停了父亲 我母亲去世的早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方浩 真有意思 我有个同学也叫方浩 是吗 你什么时候生日啊 八四年八月二十号 我那同学的女儿 是四月十八号生日 不会这么巧吧 不过你和我那同学 她真是有点像 娜娜 什么 你说什么 没什么